为食安把关 热乎乎的火锅在栓个肉片 马上舒缓逼人的寒气 肉品是台湾餐桌常客 其中光是猪肉 国人每年大约吃掉90万吨 又以进口猪肉为大宗 尽管我爸 我爷爷和我都是猪农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改变养猪的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而我儿子 孙子 也将会用更新 更好的方式来照顾猪汁 这是美国的养猪人家 坐落在宾州有300英亩的规模 饲养超过3万5千头猪宝宝 都要符合美国生产规范 除了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的条件 包括动物福祉 还有员工安全等六大标准都不马虎 养猪家族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饲养猪汁的心法也与时俱进 响应友善人道饲养的国际潮流 我之所以会成为猪农 是因为我很享受照顾猪汁的生活 也很喜欢和这里一起工作的人相处 我们提供人们健康有保障的食物 这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事 美国猪农永续传承经营 确保美只猪汁从产地到餐桌的美味与安全 三连兄林翔的林立台北综合报导 我喜欢 我喜欢